雖然這個戴口罩打籃球很好笑 但是沒辦法 所以原則上運動要戴口罩了 那大家也關心說 因為疫情嚴重 到底要怎麼辦 那個 目前是這樣 我們也知道重演了 運動就要戴口罩 雖然這個戴口罩打籃球很好笑 但是沒辦法 這個先只要這樣規定 所以原則上運動要戴口罩了 當然正式比賽的時候實在很困難 包括裁判跟選手 我們有個規定是這樣 如果你打滿疫苗 打滿兩劑超過14天 或者是打滿兩劑超過三個月 又打第三劑 那這個我們認為是相對安全 這個就不用戴口罩 如果是確診 一般來講 確診超過三個月以後 也應該再打疫苗 不然說你有醫療上的證明說 你實在不適合打疫苗 那你就只要 比賽前兩天要快篩或PCR的陰性 這個是 現在疫情嚴重 對外面的運動 不得不開始重演管制